我 我 我 枪枪三人行哎今天这个跟我这穿的太恰成对比了啊我们这土豆这不是张明老师我就要夸你今天穿着衣服舒服啊让我们想起这个过去的年代那过去年代这不是西汉年间咱们就穿这个西汉没那么远啊咱聊辛亥行吗别西汉了辛亥革命 一百年了一百年了最近这个张老师啊要出本书哎有有很多辛亥革命时候的段子要跟我们讲讲他他他什么这个我是大概是95年的时候去过一趟武汉武汉那个你现在周照着大叔纪念了 刚成在台湾的时候去了以后一看的横湖打的事叫作发扬手艺精神给我吓一跳还想干嘛你们想你 Me希望起义啊 这讲就过分了 要造反 首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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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 我说你算什么精神都行 这年头还比团结为处 但是咱说的手艺精神 是不是说这个烈士 不怕牺牲 先烈精神都可以 别手艺 这年头不能手艺 据你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故事太多了 意思不是从哪说好 因为辛亥革命 各个省互相自己各自搞起来的 所以各个省都有很多故事 但就讲武昌这地方就特好玩 就我看 其实起义 其实它有很大的偶然性 咱们历史上都说 起义的爆发 事先在俄州界 俄州界的起义 就是那个革命党的据点被暴露了 他们四个炸弹 灯炸了 暴露了 暴露之后呢 就什么东西都落在这儿 然后呢 人也被杀了 有表都跑了 是群蒙无首了 所以实际上是对革命 起义这种破坏 我看恰恰是因为这个 如果这个起义 起义不被破坏 如果这帮头不跑 安部就班的起义 我估计十九八九成不了 怎么讲 为什么呢 在这半个月之前 他们搞过一次 也跟那次一样 也是这一帮小的起义的 他一枪就开了 开了以为满指望大家会响应的 结果 大家被动起 假装不知道 这些小的东西一看门响应 赶紧跑 你说这半个月前半个月后 革命形势不都一样的吗 那什么区别 你的意思是一些偶然事件 反而促成了这么历史 对啊 你像比如说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他意义什么呢 他说你说 当我们那边那帮骑人 这种人也是够招的 你说你把钱丢那也行 把枪丢那也行 把什么大印的 什么骑子都落那也行 把华文车你都带走啊 那时候你华文车就落那了 华文车落的 胡冠军都瑞成出去了 然后你说 如果瑞成的聪明一点呢 你马上抓人 也行 马上你马上残酷镇压 马上镇压 这也弄不住了 或者你说 当众一把伙子骚了 你说咱不追究了 也没事 对 他呢 抓了几个人 又杀了几个人 然后第二天晚上就传说 这小子暗图所记了 关键这些士兵啊 他不知道 华文车有谁 他不像现在后来的 所以又人人自危了 所以就自危 就像陈生吴广一样 你说死亦 反正死亦也是完 不死也完 对对对 他的教训就是 对反对派 要么全抓 要么全部抓 你抓一两个杀鸡敬猴 事情更坏 更坏 整个到底恐慌 因为事实上 就是闹事的时候吧 最好动员就是这种恐慌 人人自危的恐慌 但是你就你刚才提的问题 它是个问题啊 为什么半个月前起事 全国没什么反应 但半个月后起事 全国没什么反应 新军四民 他的同志们都没反应 那为什么半个月之后 这一下子各地都反应了 后来是这样 后来他是这样想说 实际上人家要造反 你平时说说讲 这样你造反吧 你自己当然还好老大了呢 就是好多人都是这样 你跟他说说行 达尾尿 是一不见应的 最后都是被逼上了 对 都逼上连上 你真正的动那一步 那是很难的 他为什么能够想应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可能最大的事 除了偶然性 还有必然性 就是因为清朝犯了大错误 他一直新政搞的 其实说他还不错 新政搞的都不错 你现在回头看 新政期间 四国治安非常好 著名的匪首 张作霖这样的 如仁廷这样的 都归顺了 他帮我归顺朝廷 打自己的同胞了 而各个地剿匪能力 因为他搞自治 地方自治都增加了 所以自治安相当不错 而且整个朝廷的 财务能力也提高了 以前不是说 一年也就是七八千千万两银子 这时候已经提高到两亿多 可是各地都有钱 你到革命党 湖北的地方 为什么孙山不在这起义呢 他说你们武汉的地方 四战之地 你这就成功了 终于一打你就崩了 但是一为什么这次革命党起义 就没事呢 很大的原因就是武汉的地方有钱 他们革命党人打开翻库和童年局之后 发现里头居然有多少钱 多少钱呢 有四千万元 当时四千万元是什么概念 那是个天文数字啊 那当然了 而且历代积攒了很多武器 而且还有海洋兵工厂 武器堆积如山 海洋灶 武器堆积如山 钱也多 马上招兵 一下子 第三天就扩张出 他们起义 以前的整体上的军队啊 才一个师和一个旅 就一万多人 这一下子他又招了五个席 就五个旅 五个旅就是两个办师 好家伙 你知道全国当时才多少 他不足二十个师的军队 你这地方两个办师 周围的地方 湖南 河南 江西 马上觉得 这个恐慌 他们的地方只有一个女的军队 他们就很恐慌了 本来说你还想打你的 哪敢打 没错 没错 这还不都是偶然因素 那还是有很多 就是清清政府后期的腐败啊 施策啊 这些都还是实际的作用 这个啊 就我最近也看本书啊 我就觉得他说的是 当时的这个状况啊 是群雄风起 其实呢 咱们这个历史啊 有时候容易把它简单化 比如说现在一说 那就孙中山的功劳 或者是什么同胞会 实际上那时候还有光复会呢 你知道吗 完了之后大家还抢职位呢 你比如当时 你比如说 就说这个蒋介石 就蒋介石在干嘛 这帮一帮小子在日本 不是上军校的吗 上上军校本来在实习呢 突然听说 这中国这边什么手艺 出事了 马上把这个日本军校的军装拖下来 留封信说我们走了 一百多人啊 马上就回国 回国盼着参加革命 结果他们就到了上海码头 一到上海就大失所望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宣传的形式 一看 这不就是个市民社会 该摆摆的摆摆 看不出 因为蒋介石 他们想着这儿 就要闹革命了 上海完全看不出来 然后呢 就投靠自己老乡 比如上海就找陈其美 陈其美在干什么呢 那所以要感谢黑社会啊 中国革命 你们陈其美就在组织什么青帮 红帮一帮人 那个时候就是你打你们家 打你们当地的衙门 武汉那边打了 我那要组织一帮会众啊 我就去打这个衙门 打下来之后啊 到最后我就是一帮统领 甚至就是封官许愿 你当个团长 你当个什么 这不跟1967年到处夺权一样 我还顶着 为什么现在 当时都缩权 当时那个萨可地方就成立了两个政府 一个松户军政府 一个户军政府 成了俩 摆不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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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各自派人出去抢地方 没错 抢地方 泰唐的地方 来两两不都来了 要打 泰唐的城市说 你们别打 你们打我们是受累 后来这个 这个有一波发现人小点 算了 不打了 没错 你知道这种啊 就跟这个咱们过去说的那个那个老大讲述一样 就香港话就讲述一样 因为当时的直到现在啊 这个当然历史有有有有这个悬疑啊 就当时这个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有个叫陶成章的 就在会上就争嘛 就是说哎 我的功劳我打了哪哪 我我要什么 最后陶成章退下就走了 为什么走了 因为他当时就觉得 在这个会上 他的生命 受威胁 就就这么久了 当你想当时那个会后来他就躲躲躲躲到医院 撑病不出啊 撑病不出 最后 半夜里一个杀手进来 一枪把陶成章打死 但据李敖的说法 这人的枪手就是蒋介石 但是呢 研究至少是蒋介石帮的陈其美啊 打听到了这个陶成章住哪个病房 然后就这么干掉了 咱们先起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